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目前季后赛即将到来 那么对广东来说呢 接下来的话也考虑到之后的一些整体安排 尤其在此前呢 因为暴冷输给了山东队 那么导致广东队在季后赛到来的第一个对手呢 就是天津队 天津队可以说是本赛季的一个小黑马 那么在此前呢也确实呢 曾经暴冷打败过广东队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进入季后赛第一个对手呢 就是一个小黑马 天津队的话很多球迷也都担心 广东队这边呢会不会暴冷输给天津队 毕竟呢天津呢在常规赛当中的一个整体表现 确实是非常猛 尤其是第三阶段他们的整体外援发力呢 让整个球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最终是以12名的一个成绩呢 闯进了季后赛 只是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可能对于整个天津队来说呢 随着季后赛到来之后的话 他们这边恐怕是笑不出来 而且很有可能呢 会暴冷出局 对他们来说在最近是收获了一个坏消息 那么目前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天津队 之所以说在常规赛当中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呢 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啊 他们四节五人次的一个外援使用规则 具体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当时呢天津队是在第1节呢使用全华班的阵容 到了第2节呢 他们开始在第3节和第2节的使用双外援的配置 到了第4节呢又开始使用单外援 那么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外援规则呢那么通过比赛的话 把这样的一个表现发挥到极致 最终呢才能够把对手呢打的落花流水 那么非常啊 幸运的拿到了最后季后赛的门票 但是我们也知道进入季后赛之后啊 这样的一个规则呢是已经是没有办法使用了 对天津来说呢他们也将会彻底 失去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这样一来到时候整个天津队呢失去了外援的优势的话 他们还能否以这样的强大势力去打败广东队吗 我们也不妨呢要打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媒体分析呢现在可能天津这边的内线唯一有威胁的就是张兆旭 这样的一个球员 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广东啊虽然说在此前的确实内线比较紧张 但在最近使着张浩这个内线球员回归之后呢 整个广东的内线也是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那么这样一来可能在整个季后赛当中的广东的内线的话已经不是太多的一些问题 不仅是有一线连苏伟正反日现在的账号也已经回归 相信对杜丰来说呢将能够拥有更加充足的一些啊内线球员的配置以及安排 所以综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此前大家都还觉得说很有可能天津队呢会暴冷淘汰广东队 那么从目前来看一旦天津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外援优势的话 他们的实力真的是所胜无几 到时候他们想要打败广东队恐怕呢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呢这一次杜丰真的是因祸得福 虽然说之前暴冷输给光啊三中队很可惜 但现在来看呢遇到天津队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说能够在这一个节目战当中的广东队能够在首场比赛 打败天津队的话将能够有一个开门红也能够极大的去鼓舞他们球队的士气 将能够帮助他们在后续一系列的季后赛争战当中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那么相信广东队呢在之后的阵程当中会有一个更加漂亮的表现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